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郭郭案 庭审的第三天 已经五点多了 我都饿坏了 这个还没有结束 还在扯淡呢 现在是郭文贵的律师在制证郭宝胜 全世界鸡毛的烂七八糟的事 没啥意思了 我就想走了 我问了一下 那个助理法官 Magistrate Judge 我问他今天能结束 他说 他说who knows 笑呵呵的 很享受 who knows 应该是 应该是他们呢 就一个很小的问题 他们给这个 Alice三十法官呢 双方律师跟Alice三十法官 有点小小的纠纷 涉及到一个这个法官 允许他在过去 允许他讲一个什么事啊 现在双方律师对这个事有疑问 所以双方的法律师跟法官在开小会 暂时休停 我出来一下我下来一下转了一下特别冷啊 这个想在外边做直播都很困难 是不是会动坏 所以我都不想听了 我估计啊 我判断呢 今天的这个第三天呢 呃 玩不了事 结束不了 郭文贵的策略呢 是疲劳战术 今天有可能在这个审个两三个小时啊 从五点钟审到七点钟 七点半 都有可能哈 这一个小时光翻一费就一千块呀 律师费还得另价 呃 这个当然保胜脱不起了 体力上我看着呃 郭腰的这个身体还活蹦乱跳的 虽然脸色已经已经是黑的了啊 但是还是上钻下跳 还挺有精神 保胜那边就有点精力跟不上了 有点无精打采啊 那问到一些呃问题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他答的不太好啊 不满意 呃 你比如讲那个那个JS慕洋人之子啊 呃 那个人呢 在洛杉矶是一个挺郭的啊 挺郭呢 那个曾经是 跟郭宝胜有点小小的 呃机票啊 住宿费啊 这种呃 小额的这种 钱上有点纠纷啊 大概是 我本来以为他们可以把牧羊人之子 请过来作为证人 但是没有出现在官贵的证据 证人名单上啊 就是他他只能坐旁听 我看到他了 他在旁听喜上听 他他他他没有他没有机会上庭去 这个去去去去做证啊 呃可能不知道怎么考虑的啊 呃反正是他他他不是证人 呃郭文贵的律师在中间啊 提到这个又提到这个事 就说宝胜啊 就是把这个故事又说了一遍吧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宝胜去呃洛杉矶去参加这个挺国会啊 这个JS牧羊子 牧羊人之子可能是给他买了个机票啊 还是怎么着 反正是宝胜大概是拿这个机票大概到多处去报销 这个他们这个小蚂蚁啊 这狗腰粉都拿着这个当个呃 当个那个 当个大事啊 呃所以所以今天呢这个事呢提到了 提到了呢宝胜呢 问宝胜你认识这个人吗 呃宝胜没有否认啊 没有否认呃 没有 不是没法说错了啊 宝胜否认了 说不是这个人 呃如果这个事要是换上锅腰的话 锅腰肯定这是个骗子啊 骗了我一千块钱 宝胜撒谎没这个水平 呃但是呢他又不能够把这个事说的呢 很有说服力 所以搞得听众想是为他很着急啊 啊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个状态 还没完呢 啊这个刚刚这个休休停之前啊 开会开会之前啊 就是刚刚的三五分钟之前 呃那个最后一个问题 我我看是在问他这个呃 你呃在这个美国之音啊 自由亚洲电台做评论员 呃那么你没你没有拿光贵的钱 对你拿自由亚洲的钱 你拿多少钱这些细事啊 然后问了一个问题就就突然说 哎你你那个时候有没有评论光贵啊 你怎么评论光贵的 哎这个问题啊 就是就是一下把宝胜都问出了 那宝胜就在哼哼哈哈哼哼哈哈 就说不出个痛快话了呀 哎听着说实在的听着也难受啊 所以我都不想听了走人了 回家了啊吃饭去 结果还没出来 一直到今天啊第三天的下班时间 现在下班了啊正常五点钟下班 法院要关门了 我现在再回去估计进不去了 因为五点钟他他不让进了就 虽然这个庭审这个案子还在审 结果没出来 有可能稍微等个一两个小时啊 也许会有结果 但是看来不大 嗯嗯 可能不大 嗯也不排除这个助理法官和这个法官呢 就是没别的活嘛 演大戏吧 就是帮这个双方的律师和双方的翻译 挣点钱呗 对吧 呃 这两个烧包在这打这个官司 是是实在是 实在是浪费这个 美国的司法资源的 咱们从这个法庭门口经过啊 咱们就就就走了 就离开这了啊 我看看能不能换过去 嗯换过去了 只能看后边了 陈世杰你好 这个官司谁赢了 不知道现在 现在没有答案 没有审完 法庭审判正在进行中 没有完 还没有结果 没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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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店面都非常冷清啊 大街上都没有人 你看了吧 空荡荡的 太冷了 今天是今年的最冷的第一天 最冷的一天 非常冷 法庭的辩论还在热火朝天的进行 在打疲劳战 保生已经累坏了 保生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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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